A.c.defgh是长方形的盒 以至angl.hc30度 angl.hc45度 要找angl.h. 我们先加一些线 将boidh.h和boidh.h連起 这就是30度和45度 有同我问是否75度答案 不是的 因为30度和45度是在这个长方形盒表面的角 但我们要找的角是在长方形盒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这三条线的长度 再用cos rule找angl.h.h 但因为它没有长度 所以我们要让边场做x 例如c.h 在这个三角形c.h里面 我们就可以找到c.h 也是x 另外这个h.就是开方形x 你可以用isoculus triangle 说c.h是x 和不是定你找h.都可以 不一定用tricholometric ratio 不过去到这个三角形boidh 你就要用了 boidh除c.h就是tg30度 boidh就是x乘1over开方3 就是xover开方3 另外 c.h除boidh就是cos30度 所以x就等于boidh乘3over2 boidh就是2xover开方3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直角三角boidh找到绿色线boidh的长度 就是c.square加boidhc的square再开方 所以boidh等于开方x2加xover开方3 将square乘入去 出到x2加x2over3 然后通分母就变了3x2加x2over3 分子3x2加1个x2就是4个x2 整个开方的话分子要开方分母又要开方 分子开方之后是出到2x 分母因为这个3开不到方的 留下开方3 所以boidh的长度就是2xover开方3 接着在这个三个人三条边场都有了 我们就用cosw去计一次 cosangleboidh 就是这个2xover开方3的bracket square 加开方2xbracket square 减对面这条线2xover开方3的bracket square over2乘2xover开方3乘开方2x 分子这些square乘入去之后 就变了4xsquareover3 加2xsquare 减4xsquareover3 分母2乘4 所以变了4乘开方2 over开方3 再xsquare 分子这里你发觉4 over3 和负枝over3减走了 就得到2xsquare over4 开方2 over开方3 xsquare 2个2就弱了 变了1over2乘开方2 over开方3 那你怎样按这个数字出来呢? 1除2开方2 over开方3 就变成开方3分子 2开方2分母 所以就按开方3 再除2开方2 出到0.61 然后shiftcos 就会出到52.238多度